我自己会觉得决策委员做这样的行为 非常的不适合也不恰当 就是现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人涉案了 那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风暴 甚至是因为本党在对于面对社会的期待之下 应该是一个非常清廉的政党 高道德标准的政党 那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第一时间当然是出来表态 然后一定要表示说我们会误网误纵才对 怎么会还会这么多个决策委员一起带着可乐去接他呢 这样子不是变成好像在对社会说我们在库航这样的人 然后即便最后的决定是由司法来决定 但是我觉得在政治的高度上 对外应该要有一个更正面更中立的表态 这个时候这些决策委员去接他 我真的是看不懂啊 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请了这个徐永明到相关 就是你们来了解清楚说他到底这个发生的过程 或是有一些涉案的这个程度 可能下午5点 那哦是下午的事情 所以还没有还没有办法确定说他目前的状态 但是你是不是主张我看到的是 你希望说应该是要除民要开除党籍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整件事情处理到现在 我们政党给大家的观感 第一个是当涉滩爆发的时候 我们党中央给予的回应 第一时间是说今天大家放假 所以不方便回应 我觉得光是第一个态度就已经非常有问题了 然后后来补发了一个声明 那声明里面大家也看得出来 非常态度非常软弱嘛 那这件事我也在我们党内的群组 跟党中央反映过说 你怎么可以如此的软弱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更要展现 我们的气度跟气魄才对吗 那后来他们又改发了一个声明 当然态度跟之前去年发生的案子比起来 相对来说的确是这个标准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不一致的 所以 因为你说的是那个稿路委员的那一个案件嘛 当时他也没有被收押 他也不是进入司法案件 可是他不是被害除名 而且不是他本人 对去年那件事完全没有违法 跟稿路本人也不是稿路本人设案嘛 所以我觉得去年的标准最后的结果是以毁坏党的声誉 这样子的理由把稿路除名 那今年却永明本人已经被就是交保了 然后法院也说涉嫌重大了 那这时候决策委员还不断的要替党替他护跑 我觉得其实已经有点感情用事了 就是在勤理法之前怎么会是这种时候还只在意人情 不在意就是外界的对于这种我们 不管是理性上法律上还是道德上的这些标准 我是觉得党中央应该要好好检讨深思 怎么样才可以重拾大众对于时代力量的信任 那黄姐你有没有也很吃惊的是说 有传出说200万 那其实林玉姐有去解释 说那个钱是要就是进到 就是你们要给这个员工发薪水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从头到尾都是两件事 因为其实从地院的昨天的裁定的声明文就看得出来 它里面其实是没有金流的嘛 那也就是林玉姐所说的 还有陈志明第一时间出来说借钱发薪水 这个到底是这个金流是什么 跟徐永明涉案的关联是什么 如果真的有关的话 包括陈志明 包括林玉姐都应该要再来由检调传换 再去多说明才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第一时间对号入座 然后还把这个金流 误以为是徐永明的金流 这件事就是更加速的重创外界 对于时代力量的信任 我看了觉得真的是蛮摇头的 觉得说秘书长怎么会第一时间 没有讲就是讲公理的话就算了 还为了要护航结果变成提优旧国呢 那开闸与否 如果说最后还是这样子轻轻放水就放过了 你自己能不能够接受 如果真的最后的结果还是这么一样的 明显说要护航党前党主席的话 我当然会对党中央非常失望 那其实我觉得整个社会的外界都会对时代力量非常失望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就会有很多人 就是时代力量支持度一定就会很难再起来 然后很多年轻人本来对于第三势力 可能觉得说有期待的 接下来一定都是不断的离开 所以我希望党中央要生失然后控定失控 你会气到说比方那你不开除他 我就自己退党好了 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到底会不会引发这样的效应 我自己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是 我没有办法代表所有的党公职 只是我觉得现在最应该要处理的 就是这个已经是很大的 非常严重的形象的危机了 那我觉得徐永明这个事情一定要处理 然后包括说我们秘书长陈志明 这个也一定要处理 这两位现在就是我觉得影响党最大的 就是这两位 那接下来就是其他的党公职 会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不敢说 那至少我希望这个危机一定要把它处理 然后大家要痛定失痛才有办法改革 因为其实大家都一直说时代力量什么是双标党 然后这个其实我某部分也认同 因为就这一次的事件跟去年的事件比对起来 我觉得就是这么明显的差异 不管是声明上面处理的态度 还有最后惩处的这个结果 其实看起来到目前就连林郁杰 就是已经有可能有涉案的可能 他的事实就是有拿钱 那有运送这个钱 但是他也是目前是暂时停权 如果没有无罪的话 就会恢复他的党权 那我觉得都跟去年的标准差很多 要看前联明一下 ONE 等一下 an 更长 呢 都 这 这个 就 手